各位 我是容家耀 海军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 討論政府建議修訂保護海港條例 發展局重申不可有大型填海造地 政府並無打算在修訂裏做這些修訂 為我們進行大規模填海造地 造房屋、商業、工業這些發展 這絕對不是我們的意思 我們亦沒有這個打算 所以這是政府公開的承諾 他又提到這次修訂一方面是加強海濱功能 為小型填海工程擦場鬆綁 另一方面是強化大型填海工程的規管制度 將過去法庭判辭當中提出填海 是否有凌駕性公眾需要等的考慮寫入法例中 交由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決定 以及加入法定公眾參與 環於東沖的第一個工營房屋組裝合成項目做緊工程 預計2025年落成 項目位於東沖99區合共有5座 其中1至4座高大約40層 第5座會以組裝合成法建造只有12層 涉及大約200個單位 是全港首批採用運營土組裝合成建築法的項目 當局說由於現在未廣泛應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當局說由於現在未廣泛應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所以今次先導計劃成本比傳統建築方法貴一成 不過相信隨著更廣泛應用成本會減低 無線電視機者李玉坤報導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通過徐同行政長官李家超 下個月訪問大幻聚 考察團將會在下個月第三個星期成行 具體日子有待確定 將會和內地省市領導會面 以及參觀當地與創科智慧城市 環保、青年發展和文化、藝術、體育等等 相關的重點設施和項目 政府正在安排行程細節 根據政府提交立法會文件 實地考察大灣區和內地加強溝通 攜手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比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紅獨賴斯與北京建交之後 中美洲只剩下危地馬拉還未與北京建交 中方希望危地馬拉做正確的選擇 中國與紅獨拉斯建交之後 世界上有182個國家與中國建交 充分表明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大義 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任何勢力都不能阻擋 搞台獨分裂活動 違背中華民族的意志和利益 逆歷史潮流 注定是絕路一條 我們希望威地馬拉認清大事 早日做出正確選擇 日本據報計劃放寬中國旅客入境的檢測要求 共同社報導 由於中國旅客在日本機場透過隨機檢測 發現的新冠病毒陽性降案比較低 當局計劃最快在10月初已經打了三針的中國旅客 不用出示登機之前72小時內的檢測陰性證明 和其他海外旅客看齊 但到步之後仍然要接受抽驗 日本政府在3月初不再限制中國航班在指定機場降落 並且將中國旅客到步之後的強制檢測改為抽驗 但仍然需要出示陰性證明 新加坡將而機場的出入境系統一度故障大約4小時 導致旅客大排長龍現在已經全面恢復運作 事發在早上大約11點半 第三和第四客棍大樓的出入境服務一度受到影響 自動櫃台無法提供服務 需要隔游人手為旅客辦理手續 導致離境大堂一度擠滿旅客 機場外面亦出現車龍 新加坡移民局說 系統在下午近4點恢復正常 對引起旅客的不便表示遺憾 在調查故障原因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涉嫌向成人電影女星給暗口費被刑事起訴 成為第一筆被控刑事罪的美國前總統 消息指他面臨超過30項 涉及商業詐騙的控罪 預料下星期二出庭 美國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 之後會拍照、打紙毛、安排出庭 紐約時報引述消息說 特朗普預計下星期二提堂 特朗普被指在2016年大選之前 被私人律師科欣透過空殼公司 在紐約法律下偽造商業紀錄可以是輕罪 但若涉及意圖干犯或隱瞞更多的罪行就是重罪 可被判監1至4年 科欣在2018年因為隱瞞費一案被裁定違反競選財務法 服刑超過一年 他說是與特朗普協調之後被隱瞞費 特朗普曾經承認被科欣報銷 但卻說有關開支是簡單私人交易 特朗普發表聲明重申自己完全清白 更說這是有史以來最高級別的政治迫害和選舉干預 是為了阻礙他贏得下屆大選 他在共和黨內的潛在競爭對手 前副總統彭斯和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也譴責控罪 民調顯示特朗普在爭取黨內提名上 得到超過四成共和黨人的支持 領先德桑蒂斯14個百分點 有特朗普的支持者星期四 在他位於佛羅里達州的住宅 口湖莊園愛聚集 有分析說針對特朗普的指控 一方面可能刺激他的支持者 但另一方面可能不理共和黨 在關鍵州份的選情 亦有專家說法律審訊須時最少超過一年 可能拖到明年11月大選後才有判決 如果被定罪 即使特朗普再次當選 亦無權特赦自己 保鮮電視記者朱少龍報料 稍後即使特朗普再次當選擇 即使特朗普再次當選擇 總消消貨值331億 按年升31.3% 是2010年2月以來最大升幅 亦都好過市場 預期升15% 當眾網上銷售佔7.8% 首兩個月合計 以消除農曆年在不同時候出現 可能造成的影響 零售業總消貨值按年升17.3% 當眾珠寶首飾 中標和名貴禮物按年升6.2% 中藥和眼鏡店都升超過五成 汽車和汽車零件升4.9% 但超市貨物跌1.3% 家具和固定裝置跌8.5% 政府發言人說 隨著消費氣氛繼續改善 和訪港旅客人數大幅回升 零售業總消貨值按年進一步急升 部分原因是去年比較基數低 展望未來發言人說 零售業表現 將會繼續受惠於個人消費 和入境旅遊的復數 本港二手樓價回升 第一季雷升近7.4%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最新報168.35% 按升期比較升1.11% 並且見接近半年高位 重上去年10月水平 四區樓價全線上升 新界東升幅最大升超過1.5% 九龍也升超過1.4% 而港島和新界西升超過0.5% 遍制指數的機構說 市場受到利好利淡消息影響 預計短期樓價繼續呈返復向上格局 市區重建局延長核下租戶租金寬減措施三個月 市區重建局說 考慮現在的社會民生和租戶的業務狀況之後 為核下住戶和部分商鋪租戶的租金寬減 到6月底輸換他們的經濟壓力 市區重建局指出 去年兩年 過去兩年為其下租戶提供的租金寬減累計 累計2.59億 接著看看最新的金融行政 恆生指數收市是報20400點升90點 總成交超過1405億 看看最活躍港股的收市價 騰訊控股升8號 阿里巴巴升3.5 美團升1.5 京東集團升8.8 比亞迪股份升4.6 營副基金升6仙 恆生中國企業升4號 香港交易所升5.6 中國移動升1.25 又幫保險跌3.5仙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回鳳控股跌6號 又幫保險跌3.5仙 中國移動升1.25 香港交易所升5.6 香港中華煤氣跌2仙 恆生科技指數升33點 報4303點 看看歐洲三個主要股市的表現 英國富士100指數升14點 法國CAT指數升34點 德國DEX指數升56點 內地製造業和服務業持續復甦 服務業表現更是近12年最好 但有分析就提醒年中開始增長可能放昏 受惠各地促進消費等政策 民眾出行救物等意欲改善 國家統計局公布 反映服務業的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 出乎市場預期年升3個月 3月升到58.2 是近12年高位 當中零售、運輸等商務活動指數高過60 建築業也明顯加快擴張 但製造業採用經理指數扭轉兩個月上升 由近11年高位回落 雖然3月報51.9仍然好過預期 繼續在擴張狀態 但生產和新訂單都回落 新出口訂單更迫近50的成需分界線 當局形容經濟繼續回升 企業信息也穩定 但需求不足、資金緊張、成本高企等問題 仍然有待處理 分析提醒前景有隱憂 年終開始復甦部分可能放慢 但今年經濟增長5%左右的目標應該可以達到 逆後復償 開始時當然有少少報復式消費存在 但至於年終、今年的第三季 我相信大幅回升的情況 可能未必會持續得到 很大部分的房地產企業 仍然有財棍的情況 至於外媒方面 歐美經濟始終今年持續很大機會走下波 變相對中國的出口需求始終減少 每個月增長都是5%附近 繼星期一開始減存款準備金率之後 他預計今年可能再降準一至兩次 支持銀行放貸、穩定經濟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導 其他新聞 一個男人承認將燃銷裝置 扔入禮賓府 縱火罪罪成 判監32個月 案發在2021年7月1日凌晨 案情說25歲無業被告黃俊賢 將土製燃銷裝置投入禮賓府後山 再攀告圍蘭引爆 警方翻查閉路電視 在馬鞍山拘捕被告 被告承認一項縱火罪 區域法院法官姚芬治判刑時說 縱火的地點距離禮賓府大約50米 有非常多的直批 火勢易於蔓延 一旦起火,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而警方在被告的家中 發現手寫筆記 包括記錄了時任特首、政府官員等等 一共25人的名字和住址 禮賓府的警方數目 閉路電視鏡頭位置 和製造土製燃銷裝置的物品清單等資料 明顯就有計劃行事 法官說縱火屬於嚴重罪行 必須嚴厲判刑起阻下作用 考慮被告無案底和認罪 心理報告也說他重犯的機會低 以四年作為量刑起點 判被告監禁32個月 無線電視記者王廣進報導 五個人去年走私70噸動獄 其中三個人協助走私聚成 判囚16個星期 案情指在去年1月18日深夜 警方在南亞島二南近深溫海面發現一艘可疑貨船 有人用吊臂把貨物轉到兩艘快艇 警方直停格貨船 抓了五個被告 檢獲70噸走私凍獄 大約值1200萬 兩個被告早前認罪判監3至4個月 其餘三個人不認罪 經審訊後 今天在東區裁判法院 因為協助走私罪判監16個星期 警方說近年的走私模式有轉變 增加檢控難度 以往我們傳統的走私活動都是走私的船 再有一些貨物直接離開香港的水域 當被我們執法的部門人員接獲之後 船上有貨物要檢控走私上面是比較容易的 他們改變了一貫走私的模式 採取了較曲折的方法 怎樣呢 即是這些裝有動肉的貨船 是不會直接離開香港水域 而是他們這些走私集團會安排 內地的人駕駛一些內地的快艇 來到香港 非法來到香港 然後走私動肉回到內地 艾家部駐港公署 舉辦《外的香港故事》英文短視頻比賽 艾家部駐港富特派楊潘雲東在頒獎禮上面 說國際仍然有抹香港的聲音 呼籲港人利用各種平台多些發聲 巧發聲 為香港證明 當時香港正處在從亂到自 走向有自極新的新階段 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本地和國際上 抹黑 唱衰英國兩制的雜音 仍然不時在犯起 所以希望大家勇挑重擔挺身而出 利用各種傳播平台 多發聲巧發聲 堅決捍衛國家利益與民主尊嚴 共同向外界傳遞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實情與成就 為香港證明 為國家 為祖國 澳門中蒲綜合體舉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巧華 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等出席 李鴻忠致辭時指出 必須深刻認識憲法和基本法 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沒有一國這個前提 兩制就無從談起 這是一國兩制的總要求 是管根本的 直接關乎一國兩制實踐正確方向 任何時候都不能偏離 特別行政區不存在一個脫離國家憲法的限制 也不存在一個脫離國家憲法的法制 他提到要全面落實基本法 增強憲法意識等六項工作 形成更廣泛的 國內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 堅決打擊反中亂港亂澳勢力 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 干預港澳失誤 何一成說 各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充分證明一國兩制行得通 辦得道得人心 何一成又說 特區政府始終毫不動搖遵循基本法 堅定一國兩制制度的自信 把握好時代的機遇 共同為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偉大事業 開創新的局面和取得新的成績 電視傳奧本記者黃慧之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強和訪華的西班牙首相桑切絲會談 桑切絲出席完海南博澳亞洲論壇之後 轉到北京訪問和總理李強會談 在7月擔任歐盟輪任主席的桑切絲 在出發前曾提到中國是全球事務參與者 世界必須聆聽中國的聲音尋求結束在烏克蘭的戰事 西班牙官員說 桑切絲將會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預計會集中討論俄烏戰士和雙邊投資 土耳其國會表決通過批准芬蘭加入北約的法案 意味芬蘭的申請獲得北約30個成員國全數通過 土耳其國會星期四22876票 全票通過芬蘭加入北約的申請 繼星期一莫匈牙利國會通過之後 終於獲得所有成員國同意加入 處理技術問題之後 芬蘭將會成為北約第31個成員國 亦是繼北馬其頓在20年加入之後 北約再增添新成員 芬蘭接約俄羅斯的邊界長超過1300公里 分析說芬蘭的加入 在地理和政治上對北約都很重要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在社交平台上歡迎芬蘭 瑞典和芬蘭在去年俄烏爆發戰爭之後 放棄幾十年來的軍事不結盟政策 5月申請加入北約 但是遭土耳其反對 土耳其要求兩國加強打擊 其視為恐怖組織的富爾德工人黨 總統埃爾多安這個月初 先向芬蘭開綠燈 說認可芬蘭為加入北約所作出的努力 但是埃爾多安仍然認為 與芬蘭同時申請的瑞典 對恐怖組織和安全威脅持過於寬容的態度 所以無法推進批准瑞典加入北約 無線電視記者 韓英翹報道 大家好 我是黎在山 本台發現有居屋業主在收留之後 空置單位幾年 等過禁售期之後 就將全新的清水單位放售 獲利隨時過百萬 有研究組織批評 炒賣居屋有違政策的原意 有地產代理在社交網站發問 代客放售韓文田灌德縣的清水樓 我們跟代理去看過 單位面積468呎 業主2019年以大約383萬買入 現在未保地價叫價560萬 如果成功賣出 賬面大賺176萬 單位買入三年來從未裝修 沒有人住過 代理說業主住在附近的C樓 還有幾層樓收租 她的女兒名就收了這間居屋 她自己是住在附近的 所以 她的女兒也是跟她一起住 你是投資的嗎 可以這樣討論 類似的居屋清水樓 在長沙環海樂園也有 這個479呎的單位 業主2019年以340萬買入 以放盤價616萬計 如果成功賣出 大賺276萬 升幅超過八成 但是根據猜股署的資料 私人住宅單位售價指數 同期下跌近一成 現在買居屋 大家都說 買第一手 如果抽到好像中六合彩 為什麼這樣形容 你四年前買入 可能是300多萬 你想想 現在買到樓 就不會好像中六合彩 政府在2021年底 宣佈收緊新居屋限售期 業主要等15年才可以補地價 在自由市場出售居屋單位 而在陸表和百居二市場轉售 今售期也由兩年延長到五年 但有研究組織認為力度仍然不足 是政府資助的一個貨屋市場 不需要補地價 但是那個價格 原來可以貼到市場 那它何樂而不為呢 將那個時間去到七年 去到十年的話 其實可能這些炒家 就會想過 我能否花十年時間去做這個投資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作業 他認為政府也應該打擊 空置居屋的問題 無線電視記者趙彥廷報導 海濱市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 討論政府建議修訂保護海港條例 發展局重申 不會有大型填海造地 政府並無打算在這個修訂裏 做這些修訂 來為我們進行大規模填海造地 做房屋、商業、工業這些發展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的意思 我們亦都沒有這個打算 所以這個是政府公開的承諾 他提到這次修訂 一方面是加強海濱工等 為小型填海工程拆牆鬆綁 另一方面是強化大型填海工程 規管制度 將過去法庭判詞中提出 填海是否有凌駕性公眾需要等 考慮寫入法例中 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 及加入法定公眾參與 本港零售銷售年升三個月 勝負是十三年以來最大 2月零售業總銷貨值331億 按年上升31.3% 是2010年2月以來最大升幅 亦都好過市場預期升15% 當中網上銷售佔7.8% 頭兩個月合計已消除農曆年 在不同時間出現可能造成的影響 零售業總銷貨值 按年上升17.3% 當中 珠寶首飾、中標和名貴禮品 按年升六成二 中藥和眼鏡店都升超過五成 汽車和汽車零件升四成九 但超市貨品跌一成三 家具和固定裝置跌8.5% 政府發言分話 隨著消費氣氛繼續改善 和訪港旅客人數大幅回升 零售業總銷貨價值 按年進一步急升 部分原因是去年比較基數低 指望未來 發言人表示 零售業表現 將會繼續受惠於個人消費 和入境旅遊服務 內地訪港廉價團 對土瓜灣和紅磡部分居民造成困擾 行政長官李嘉超說 對旅行團管理很重視 會繼續留意情況 和監管部門和業界溝通 旅遊業一直回復正常發展得好 我們對旅遊團的管理 是要不斷留意著實際的情況 有什麼新的情況出現 有關的監管部門和機構 就要和業界去磋商 做一些管理 確保我們的旅遊發展 會很蓬勃 也會對當地地區的居民 減少任何影響 我信心大家共同努力 在這方面可以做到 第一旅客有好的經歷 而我們旅遊業 亦都逢它發展之餘 亦都減少對地區所帶來的不變 廉署計劃明年成立 香港國際廉政學院 為各界提供更多針對性的反貪課程 公署金田率先為銀行管理層 舉辦類似課程 或成為學院日後參考的例子 廉署首次提供的銀行管理人員 反貪專業課程為期兩日 吸引32間本地實體 和虛擬銀行的管理層參加 課程涵蓋11個單元 包括怎樣識別銀行業貪污 欺詐罪行 很多部門都有派人講解 有別於以往只有個別部門派員參加 執行處會講解真實貪污個案 例如向銀行職員提供利益 加快更易開戶 或者批出貸款 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係處 負責詳述防貪措施 企業承訊管理等等 我們真的將廉署很出名的 三管齊下這個策略 應用在銀行裏面 深度一點的 深度一點的反貪防貪課程 給一些專門行業的管理人員和專業行業 大大可以提升他們的反貪能力 日後讓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崗位裏面 自己的崗位裏面 就變成我們的仿叛 講者之一的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說 銀行業界每年都有防貪基礎培訓 但大多都是空泛的理論 這次課程反而講求實戰分享 防貪課程雖然是20分鐘30分鐘 他未能夠很全面地令到一個銀行從業員 有一個很最新的或者全方位的防貪意識 這次我看到課程是會用一些真實的個案 亦都是負責調查的廉署同事去分享 可能在銀行上課程的同事的心目中 他留到的印象會更加深刻 不是拿一些硬的技術 而是你要在那個人上潛移默化地 他覺得這個廉結是重要的 操守是重要的 廉政公署就說 以往比較少教銀行客戶防貪知識 這次是第一次印刷這類型的單張 教他們什麼行為會造成賄賂 亦都已經分發去到多間銀行 避免他們以身示法 母親的機制 劉俊玉報導 英國獲准加入全面與進步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外界估計或有助台灣加入協定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堅決反對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地區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 同台灣進行官方往來 堅決反對台灣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織 新加坡將移機場的出入境系統 一度故障大約四小時 導致旅客大排長龍 目前已經全面恢復運作 事發在早上大約11點半 第三和第四客郡大樓出入境服務 一度受到影響 自動櫃台無法提供服務 需要改由人手為旅客辦理手續 導致離境大堂一度逼滿旅客 機場外面亦出現車籠 新加坡移民局說 系統在下午大約四點恢復正常 對引起旅客的不便表示遺憾 正是調查故障原因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本日新聞時間 色靈學童人口下跌 教育局說是結構性情況 會從長遠規劃調節中小學學位供應 以軟著陸為目標 出生人口持續下跌 去年創新低只得大約三萬三千人 教育局最新預計 到2029年六歲色靈入讀少一的人口 只有五萬人 較今年少7300人 跌近一成三 而十二歲入讀中一的人口 就下跌到大約六萬人 局方認為是結構性而非過度性問題 會從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 官立學校會以身作質 停辦合併或重置長期收生不足的學校 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 教育局局長蔡若年強調 以軟著陸為目標 但有議員質疑政策的成效 軟著陸換來只是慢性殺效 其實是嚴重打擊學校團隊的士氣和狀態 效果也影響教育質素 既然當局的政策不鼓勵留級 為何容許學校用這些留級位取錄購門生 助長音樂儀的效應 我們有很清晰的目標 我們是要軟著陸 不是大刀闊斧 其實在這個文件中 我們也列出了好幾個不同的措施和策略 而我們也列出了我們在官立學校率先做的例子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通盤的考慮和部署 也一直陸續推出 購門委的政策原意 其實我們當然是希望讓學校有一個彈性的安排 為小朋友選擇更合適和心儀的學校 但是我們也聽到業界的意見 所以我們正在積極研究 當局也決定不會按原定計劃在2026、27學年之前 將中一每班派位人數還原至34人 無線電視記者黎偉宜報導 新訴專員工處完成公共圖書館電子書借閱服務的調查 認為可以救入更多電子書 減少讀者輪候時間 公處主動調查發現 新冠疫情爆發期間 即2020年的時候 七個電子書館廠使用量較前一年 大幅飆升250% 各別電子書輪候人數持續高期 部分需要已閱甚至是年計 反映業門電子書供求失衡 公處說電子閱讀是大勢所趨 建議康民署有系統地行常檢視電子書使用量和借閱情況 例如輪候人數和時間等等 由應該根據熱門電子書的情況 構置更多福本或新版本 康民署大致接納公處提出的改善建議 位於東沖的首個公營房屋組裝合成項目正是進行工程 預計2025年六成 項目位於東沖99區合共有五座 其中一至四座高大約40層 第五座就會以組裝合成法建造只有12層 涉及大約200個單位 是全港首批採用運營土組裝合成建築法的項目 我們用盡了地積比 剩下一座樓我們只能做到比較矮些 都是第一個我們嘗試的project 私人發展也好其他發展也好 其實它未去到40層高 其實我們都希望透過第一個project 收集多些數據 中沖我們很多project都會做 這個組裝合成建築法 它會是高樓 我們都說做到40層 現在我們的技術 當局說由於現在未廣泛應用組裝合成法建造 所以今次先導計劃成本比傳統建築方法貴一成 不過相信隨著更廣泛應用成本會減低 無線電視記者利由坤報導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涉嫌向成人電影女星支付 暗口費被刑事起訴 成為首個被控刑事罪的美國前總統 消息說他面臨超過30項涉及商業詐騙的控罪 預料下星期二出庭 美國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 星期四表決通過起訴前總統特朗普 具體控罪還未清楚 起訴書可能在未來幾天公佈 不過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引述消息說 特朗普面臨超過30項涉及商業詐騙的控罪 令他成為第一位面臨刑事罪的美國前任總統 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說 已聯絡特朗普律師團隊協調 安排他到紐約頭案 之後會拍照、打紙帽、安排出庭 紐約時報引述消息說 特朗普預計下星期二提堂 特朗普被指在2016年大選前 被C人律師科欣透過空殼公司 支付13萬美元暗口費 給成人電影女星丹尼爾斯 不要公開兩人有性關係 特朗普的公司特朗普集團 報銷有關費用時 就將這筆錢登記為法律開支 根據美國法律 支付暗口費本身不違法 據報檢察官考慮 指控特朗普在報銷開支時 偽造商業紀錄 在紐約法律下 偽造商業紀錄可以是輕罪 但如果涉及意圖干犯 或者隱瞞更多的罪行就是重罪 可被判監1至4年 科欣在2018年因為 暗口費一案被裁定違反 競選財務法 復刑超過一年 他說是與特朗普協調之後 被暗口費 特朗普曾經承認被科欣報銷 但就說有關開支是簡單私人交易 特朗普發表聲明 重新自己完全清白 更說這是有史以來 最高級別的政治迫害和選舉干預 是為了阻礙他贏得下屆大選 他在共和黨內的潛在競爭對手 前副總統彭斯 和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也譴責控罪 民調顯示特朗普在爭取黨內提名上 得到超過四成共和黨人的支持 領先德桑蒂斯14個百分點 有特朗普的支持者 這星期四在他位於佛羅里達州的住宅 口湖莊園外聚集 有分析針對特朗普的指控 一方面可能刺激他的支持者 但另一方面可能不理共和黨 在關鍵州份的選情 亦有專家說法律審訊須時最少超過一年 可能拖到明年11月大選後才有判決 若被定罪 即使特朗普再次當選 亦無權特赦自己 保鮮電視記者朱少倫報導 土耳其國會表決通過批准 在20年加入之後 北約再增添新成員 芬蘭接約俄羅斯的邊界長超過1300公里 分析說芬蘭的加入 在地理和政治上對北約都很重要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在社交平台上歡迎芬蘭 瑞典和芬蘭是在去年俄烏爆發戰爭之後 放棄幾十年來的軍事不結盟政策 5月申請加入北約 但是遭土耳其反對 土耳其要求兩國加強打擊 其視為恐怖組織的富爾德工人黨 總統埃爾多安今個月初先向芬蘭開綠燈 說認可芬蘭為加入北約所作出的努力 但是埃爾多安仍然認為 與芬蘭同時申請的瑞典 對恐怖組織和安全威脅持過於寬容的態度 所以無法推進批准瑞典加入北約 無線電視記者何英桥報道 日本據報計劃放寬中國旅客入境的檢測要求 共同社報道由於中國旅客在日本機場 透過隨機檢測發現的新冠陽性降降降降 當局計劃最快4月初 已打三針疫苗的中國旅客 不需要出示登機前72小時之內的檢測陰性證明 與其他海外旅客看齊 但到埠之後仍然要接受抽驗